其實剛剛故事講錯了 就是我自己回來了沒有錯 但是未來這邊是因為我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當初我們沒有分手 然後其實就很強 因為今晚來這裡其實已經好幾年了 但是他從來都沒有邀請過我來這次聚會 偏偏就是分手的各幾天 他突然就用演出傳訊息跟我說 就是這邊有個聚會啊 就是要不要我來看一看這樣 然後我當時心裡平常還是很脆弱 所以當時我就想說好來就來試看看 就是可能就會其實就會走的吧 或者是反正就是來當作一個出養一個地方這樣 沒想到又來了之後 我發現這邊跟我們之前的信仰完全不一樣 因為我之前都是去時間工忙 善思拜拜 當時我會覺得說 這個信仰好像只有當我到那個場所去了之後 才能夠得到阿威 但是當我回到家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些 所有的神好像靈魂很容易 好像我一定 好像說我一定要到祂那一個地方去 我才能夠得到結果 那我回到家呢 那我是不是那是不是這裡面過往我 但是當我到了這個時候 我突然覺得 嗯 世界上的神其實就只有他一個 祂其實就在我的死中了 不管我是在教會還是在家裡 只要我請現在向祂報告 祂一定會回應我的呼喚 嗯 其實在我的正戰這一年當中 其實我發生過幾次就是 好像遠去以前會 五十五個人 一直出生在五周 我會這樣 最明顯的就是有一次 就是像剛師哥有時候在祂說 當你失蹤軟落的時候 其實你會得到家 這句話 我曾經在一天裡面聽過四次 就是上公車一定廣播會聽到 然後打開的時候 已經也會聽到 看電視也會看 那一天這句話會聽到四次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說 其實這句話之前我看過 我一直看過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就在那一天 我們突然就了解到 其實什麼叫剛才 剛才我是說 欸我多 多優秀 還是我們的 導演 其實是在你承認 你是一個比較多人的人的時候 這才是剛才的意思 不然 你覺得你很優秀 那就是你某一生的存在 當你承認其實 就有趕過 只有誰能批示你的時候 這才是真正大象的 那 我很高興 今天這個結會 跟燃獸金 因為 其實對我來說 是一個選擇的理 過了今天之後 我們就是 對真實的進步 那 其實我知道 這對我來說 只是一個開始 因為 我知道這個責任是很重大 因為 對我來說 我並不想要像某些人 可能 受盡是個好玩而已 然後 可能以後 你就會在那裡 有時候會 可能 對身體的了解 對我來說 我會心中 為福祉的承諾 就是 既然是受盡 竟然是要 推入住的名下 我想要把這次 最深的品牌做好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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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